相信很多人看到黄金都爱不释手,仿佛拥有越多,我们就越富贵。 因为黄金作为贵金属,的确很值钱,就算是你买回来不佩戴,也会有着很大的生殖空间。 但是要注意一点,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黄金,如果这些人佩戴了,很容易遭到不幸。 一、鼠鼠的人不能戴金,生于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鼠鼠之人,命中多阴水旺,这样的鼠像佩戴金银首饰都会很累的,难以放松,累了还没有好的收益,白忙一场。 另外,鼠鼠人戴了黄金,也有可能发生意外丢失的情况,甚至被偷被抢,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,但是毕竟财富外露了,可能会引来别人的妒忌,闲言闲语太多,对自己的运势也不太好。 如果要佩戴一些饰品的话,生肖鼠可以选择香和生肖的相关饰品。 生肖鼠的三核生肖有生肖猴和生肖龙,六核生肖则是牛,而跟鼠鼠人最投缘的也是这个三生肖。 因此,在本命年期间佩戴这三个生肖的饰品是最适合不过,即使是在本命年这段期间遇到再大的困难,也会有贵人出现。 从而帮助自己渡过难关。 二,属马的人不能戴金,生于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马之人,这种属相如果佩戴金项链等首饰,会造成以下后果。 其一,多会犯小人,特别是在工作上的事,会很不顺,不容易处理,如果做生意,总是有人会盯上。 其二,从五行八卦的角度来分析,马的五行为火,递之为五,而黄金的五行是金,众所周知,或是克金的。 因此,属马人如果佩戴黄金的话,不但没办法催旺自身的运势,而且还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。 他们还会感受到沉重的生活压力,每天都有特别多不顺心的事情,无数个夜晚都想要崩溃大哭。 有烦心的事情,但是找不到倾诉的人,最后只能自己默默消化。 更为糟糕的是,属马人的综合运势,还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。 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极为不顺心,还有很多未知的障碍和磨难阻挡在前方。 想要避免这些磨患的话,属马人就不要佩戴黄金。 其三,拉低运势。 属马人佩戴黄金是不太好的,会拉低自身的运势,还有可能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如果不听劝告,非要佩戴黄金的话,在职场中将遇到很多糟心的事情。 每天压力很大,要接管和处理很多棘手的难题。 很难取得好的结果,也没办法获得可观的收益和回报。 在金钱上,赚不到大钱,还总是会遇到意料之外的破财事件。 手头将变得很紧张,每天都在为没钱花的事情而感到发愁。 更为糟糕的是,他们身上佩戴的黄金饰品,可能还会被小偷盯上,容易被偷走。 感情上,无法收获甜蜜幸福的婚恋生活,总是会遇到巨大的挑战。 单身的朋友,会一直处于找不到对象的状态中。 有对象的朋友,俩人可能会分手。 已婚的朋友,可能会遭遇背叛。 最终俩人会选择离婚。 其次,没运连连。 数码人佩戴黄金是不太好的,生活和职场中,都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倒霉事件。 职场中,经常会遭受小人的排挤与陷害,每天累死累活还赚不到钱。 生活中,经常陷入棘手尴尬的处境中,很难成功脱身,压力会变得很大。 由此可见,数码人如果想要佩戴饰品的话,黄金绝对是最不可选的。 可以考虑水晶饰品,这样能够起到提升运势的作用。 还可以考虑红色手绳,这样能够让运势变得好起来,生活也会变得幸福快乐。 三,属兔的人不能戴金,生于阴历四月或五月的属兔之人,也不适合佩戴金项链,一贩小人,难得众人的拥护。 往往会因一点小事而和别人产生不愉快,多会有人阻止。 所以如果生肖为兔的人,戴了金首饰,很容易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。 属兔人最好佩戴本命佛,文殊菩萨是属兔人的本命佛,是如来佛祖护士之一。 又称法王子,为智慧之象征,身子金色,形如童子,五计观其相,右手持金刚宝剑,能斩群魔,断一切烦恼, 左手持青莲花,花上有金刚般若精卷宝,象征所具无上智慧,做其为一狮子。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,能开发智慧,提高悟性, 尤其能帮助小孩学业有成,观人福禄双增,商人增财增福,会很有效地提升属兔人的运势。 或者是佩戴红纹石与金发精是最能够帮助,与其最相投,是最佳的搭配。 爱神红纹石增加你对异性的吸引力,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的价值体系,陶冶出高尚的情操。 娇嫩,可爱,十分难得,可美化皮肤,使得家庭爱情社交等完美圆满, 有效平缓激动的情绪,还能带走负能量。 金发精是强力能力的石头,为开运水晶,能保持健康,消除劫难,兴旺财运,挡住朱煞。 所以说,属兔人要尽量选择佩戴红纹石、金发精。 四,属鸡的人不能带金,生于阴历七月或八月的属鸡之人。 如果佩戴金像链等首饰,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。 其一,会在感情上会不利,容易吵架起争执,特别是夫妻之间,没有融合的时候,同时也容易破财。 其二,因为生肖鸡与黄金的气场不合,如果佩戴黄金的话,会造成冲撞, 也会给属鸡人的运势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。 特别是对于做生意的属鸡人,如果佩戴黄金的话,往往会导致生意变得格外不顺, 在奋斗的过程当中,也会遭遇很多坎坷与挫折。 其三,黄金也会破坏属鸡人的心情,经常接触黄金,会导致情绪变得起伏不定, 心情也常常会处于比较压抑和落寞的状态当中。 长此以往,不仅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,也会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, 这对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。 所以,在属鸡的朋友在平时生活当中,不要佩戴黄金首饰, 尤其对于那种比较高调浮夸的黄金饰品更要避免。 五,属虎的人不能戴金,生在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虎之人, 不宜佩戴金项链等首饰,在佩戴后多心中抑郁,生活中各种的不顺, 身体还会渐渐地变弱。 在十二生肖中,属于老虎的人属于五行属于木材,而黄金属于五行。 如果属于老虎的人戴黄金,他们的财富会因为金刻木的影响而下降。 属老虎的人脾气暴躁,他们很容易冲动,过于重视爱和正义。 这样的性格最好是柔和的,但黄金也是一件非常强烈的事情。 早在民间,黄金就不暴露了。 如果属于老虎的人戴黄金,那就是黄金泄漏, 这将损害属于老虎的人的财富。 虎人适合佩戴虎眼石。 虎眼石是虎之王的石头。 它最能充分发挥虎人的潜力,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困难, 驱邪、聚才、严幅。 它是一颗能带动勇气,增加信心, 让人敢于面对一切的宝石, 让事情从头到尾都能做到, 做人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, 你也可以祝福你的身体。 身体虚弱,久病出狱的人在佩戴后可以改善现状。 总之,黄金的价值虽然非常高, 但是如果我们自身的气场不适合戴黄金,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尝试, 因为一旦风水出现了问题, 我们的气运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 从而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。 感谢你的观看,愿你福生无量。